欢迎回到时程有约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生食的食品安全 近期有公众在超市买的生鱼片盖饭里 发现还在蠕动的寄生虫 那么照片分享到社媒平台后 引起人们关注生吃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方法去判断 自己所买的生食是否安全可以食用 吃了寄生虫的食品和普通食物中毒又有哪些不同呢 马上请教今天的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淡马西理工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吴曼超 以及中医诊所家庭医生钟荣康医生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嘉宾 大家好 我看到任何完全没有煮熟的生食 都含有寄生虫的风险都会比较高一些的 比如说生鱼片 海鲜刺身 还有没有煮透跟熟透的牛肉等等 我们用肉眼来检查 也看不到这个寄生虫的话呢 就代表是安全的吗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些食物 是可以安全食用 针对这一点呢 吴讲师您的看法是 好的 虽然说有一些寄生虫它比较大 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海鲜刺身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间线虫 我们是可以通过肉眼检测 并且将它去除的 但是呢 有一些比较小的寄生虫 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依靠我们的眼睛来判断 这个食材当中是否有寄生虫 所以呢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吃 这个没有煮熟的食材的话 首先呢 建议大家选择正规的餐馆 尤其是去国外旅游的时候 还有呢 选择这些来源比较可靠的食材 那我们就能够从一定程度上 降低这个食材含有寄生虫的风险 但是呢 也不是说百分百 我们就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要如何判断呢 就是像我说到说 一个是有一些大的寄生虫 我们是可以通过肉眼去判断 但是小的寄生虫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肉眼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判断 比如说像味道啊 颜色啊这一些 了解 那么除了在外用餐 要特别谨慎注意之外 打包生食啊 要注意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呢 吴讲师 打包生的食材的话 第一个呢 我们是建议这个生的食材 我们要放在密封的包装里面 然后呢 就是要把它尽快的储藏在4摄氏度 即以下的冰箱温度里面 然后在一到两天内 把它食用完毕 如果说想要保存更长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冰箱的冷冻柜里面 因为这个冷冻的温度 可以有效的抑制细菌的繁殖和生长 那在冷冻这个食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比较小份的进行冷冻 这样的话呢 可以尽可能的保留这个食材解冻之后的口感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新加坡食品局也提醒了公众 在这个食用及时的生鱼 感染寄生虫疾病的风险是相当的高的 那么钟医生 如果说吃了含有寄生虫的食品 一般会出现怎么样的症状 而跟我们一般食物中毒的症状和治疗方法的不同点 又在哪呢 是的 所以吃了寄生虫的食物 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呕吐或者腹泻的症状 病人也可能会有发烧发高烧的一些症状 而且分辨的颜色也可能会跟普通的食物中毒不一样 颜色可能会是青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 最主要是要看有没有发烧 还有那个分辨的颜色有没有不一样 治疗方法当然跟普通的病毒感染不一样 普通的病毒感染不需要吃任何的抗生素或者蛆虫 不过吃了寄生虫的食物的时候 就需要吃到那个蛆虫的药 才能够把寄生虫灭掉 那么除了这个症状非常的辛苦难熬 请问众医生 如果真的要是已经吃下了含有寄生虫的食品 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另外除了寄生虫 吃生的食品还有什么样哪些的风险 哪些人应该特别要格外注意避免吃生食 吃了寄生虫的食物 当然如果那个寄生虫还是生长的话 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身体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如果吃进了大肠 然后那个寄生虫跑到你们的肝的时候 就会造成肝的感染 至于什么人需要特别注意呢 孕妇需要特别注意 免疫力系统没有这么强的病人需要注意 就好像癌症病人或者在服用一些 他们那些药物 吃到他们的免疫系统没有这么强的时候 都需要注意这些食物 尽量不要吃这些食物 就是生冷的食物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色香味 这方面都可以大概去判断 这个食物到底新不新鲜 但如果说怀疑食物不太新鲜或者不安全的话 就把它给煮到熟了 这就能够降低寄生虫 含有寄生虫的风险吗 吴讲师 好的 煮熟食材的话呢 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食材 含有寄生虫的风险 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煮熟的食物我们也是需要妥善的保存它 否则呢在一定的室温条件下 这个食物当中的细菌的微生物 还是可以快速繁殖的 那通常呢我们的建议是说 这个煮熟的食物 在室温下不能放超过两个小时 然后在较高的室温下 较高的气温下 32摄氏度级以上 不应该放超过一个小时 那根据这个美国农业部 以及我国这个医疗保健网站上面的建议是说 熟食在冰箱40摄氏度级以下的温度 我们在三到四天内要把它吃完 是的 那么中医生有一些经常吃生鱼片或者是生菜等食品的人 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身体里面有机生虫或者是微生物 所以他们就会定期去吃蛆虫药 您是否建议大家这么做呢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正确 取虫药 通常都是我们用来治疗 吃过寄生虫影响到食物的一些病人 不是用于防止寄生虫的一些病毒感染 所以是用于治疗 不是用于预防 那么一般的日本料理通常都会以生鱼片来搭配芥末 据说这是有杀菌的效果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有科学根据吗 钟医生 吴讲师 吴讲师不好意思 好的 虽然说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芥末确实对某一些细菌的繁殖生长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是呢这个需要一定的接触时间 那我们平时在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生鱼片 蘸一下芥末 这个细菌和芥末之间的接触时间是很短的 所以并不能够有效的杀死细菌 所以说我们想要依靠芥末来杀菌的话是不太可靠的 像刚才也提到说有些人可能担心自己的身体会 所以就是有一些长这个寄生虫嘛 或者是身体含有寄生虫 那么钟医生你觉得这类的问题能不能够预防呢 如果要预防的话该怎么做 寄生虫本身没有一个预防针来预防 所以最好的预防是尽量如果允许的情况下 不要使用这些生冷的食物 如果需要进食的话就好像刚才说到的 需要注意相当的餐馆的品质好不好 才考虑要不要进食这些生冷的食物 所以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完善的预防的一个方法 是的 那么今天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吃生食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 健康才是这个首要的一个考量 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两位 那么下一段的节目我们要带你去看 咖啡店它其实不只是国人常去的饮食场所 它也是人们联络感情交流创业的地方 并发出许多艺术灵感和人文故事 广告之后的《时辰话音》将带您走访一群本地艺术工作者 看他们如何在一个重构的咖啡店里面 观众一起创作交流 在《生活点滴》里头探讨艺术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